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贴士 关于刮球的时间和组织 最重要是把你的力向上 向着球发 有一个小小的贴士 怎可以帮大家捏? 就是拿两个球 当然你要把刮球发 但最初你不会用刮球发 你会把刮球发放下 所以你做了每一手下一个球 你就当你是真的开球的动作 不过你会把你右手 你会把右手的球 中你左手的球 看看你可不可以 将力向上的球 你其实可以平准 和把你的时间贴得好 然后你应该可以扔掉球的 这个是很好的训练 有时候放下刮球 不要连着 然后做一点点 协调的训练 然后你会把刮球拍开 你的整个动作会做得更好 我做个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现在就拿回拍 做一个时间的timing和一个组织 你会觉得整个动作很顺 因为你向上 你不是向前 因为你现在向着球发力 你会觉得 你的拍球会比较容易 会比较容易 向上的球 结果 这个球会更加 顺畅 更加大力 而且你也很少 这个大家都想要的东西 希望这个提示帮助大家 记得用心去练习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提示 但很有效的 练习 就看你自己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球友 让他都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训练 加强他的短调 以及timing 尤其是激动的部分 然后将他的力 向着球那边拍 而不是向前拍 那么 我们有更多的有用的教学 在我们的网上网上 欢迎大家去join 下次就和大家分享多些有用的调节